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现在我们要念变时咒 那这个变时咒呢 各位只要念这个食物面 就会变成满天空满世界啊 来 各位跟我念就好了 来 他的手印一样 来 拿出来 右手拿出来 这样 然后念到三分来三分来就观想 食物满满的满满的整个江苏 整个中国整个世界就这样观想 然后弹出去弹出去 再念一次 我们出家师父每个都会 以后各位把他背起来 这个咒 佛陀说 会背这个咒的人保证将来成佛 如果你不成佛 佛陀说他讲的经典都骗人 你看 为什么太慈悲了 而且你今天晚上不要吃饭试试看 佛陀说 当你肚子饿的时候 赶快念这个咒 肚子饥饿马上不见 所以很慈悲 那些饿鬼到好几百年万年 没东西吃了 你只要帮他念这个咒 他饥饿的感觉就没有了 而且外面如果有食物有味道 马上变成他可以吃 你不是把一个面包给他吃 他就可以吃了 你要念这个变食咒 他才有福报吃 不然他吃不到了 好 所以各位如果咸太长就念短的 来 好 我们念三遍 各位观想食物面变了好多 来 把他背起来好不好 走到哪里都要念 人家在吃东西啊 商店味道香不香 你把那个味道布施 没有饭偷到 对不对 味道不要钱了 所以那个味道你马上念 哦 三不来 三不来 哦 那个味道就变得好多好多 所以走到哪里都在布施 知道吧 前面那个是 就是跟我念 南无 无量 威德 自在 光明 如来 就这尊佛的名字 就请这尊佛加持这些食物 这是安安尊者 那么有一次碰到鬼 佛陀说那个不是鬼 那是观音菩萨 要我们修行人也要慈悲啊 那时候安安说 那个鬼跟我讲 如果我不施死给天下的恶鬼 三天以后我死得跟他一样做鬼 佛陀说你放心好了 观音菩萨以前就教过我 叫我念这个名字 南无 无量威德 自在光明如来 然后只要拿七颗米 各位拿七颗米 念这个辨识咒 南无 沙瓦丹 南无 三不来 然后把这个七颗米 放在树下 阴阳的地方 这七颗米 就会变成整个世界这么多的食物 布施给鬼到 这样 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 车上要放一把米 老公开车 老婆撒米 对不对 撒到哪里 土地都是你的 生生世世的 种福田 知道吧 七颗米 然后鬼不但可以吃 这个米 小鸟会不会来吃啊 小鸟就会吃米 小鸟也得解脱 要用 所以你看慈不慈悲啊 每天修慈悲酒 每天喷甘露水 然后喷完以后就 啥米 忙不忙啊 这叫啵忙啊 天天慈悲 不会无聊了 布施鬼道 这个不会花很多钱 好 那现在现在个布施干露水 来 右手拿出来 你要观想从你的每一根手指头 出现了好多牛奶 片满每一个地方 然后有水的人就滴两滴在地上 好不好啊 最好以后各位你要写广东人 广东人最厉害 每天上午都拿一杯水放在家里门口 一碗小小的饭 一碗水放在门口 给外面的孤魂野鬼 这样他家里会不会平安啊 开店生意会不会好啊 会好耶 这个就是这种布施嘛 他们很需要你就布施 来跟我念 把水洒在地上 洒一些 满地黄金耶 你如果忘了这个咒 你就念他的名字来跟我念 南摩妙色身如来 有写在上面 弃佛如来的南摩妙色身如来 他就负责布施甘露水的 然后他的名字或是他的咒语 所以我来念三遍 各位右手拿这样 那念完一遍就撒一滴水在地上好不好 来 好 手放下 那各位麻烦以后 你开车经过湖边 你手就要拿出来 观想整个湖水都变成蓝色的甘露水好不好 真是如此 因为咒的力量不可思议 学佛最主要要有信心 佛的力量不可思议 法的力量不可思议 咒的力量不可思议 你就拿着手印啊 就在念 人家说你头脑有问题啊 你不了解我 我每天有时候窗户打开就开始比啊 前面有一个人就看我 他也给我打一个手印 打这样 他说你头脑有问题 你那边比什么 他比这样 他也是个手印喔 我这边比老半天 这些是和尚干嘛 他不知道我在打手印啊 我说哎呀离你太远了 不然我就把水喷到你家去 让你家得加持 但是各位不要不好意思 佛教要有空性啊 忍辱啊 你不了解 我要跟你解释 就这个意思啊 好 那现在这个食物呢 就要供养他们 念普供养真言 各位要观想他们吃的好快乐 喝的好快乐 终于今天在包山禅室吃到了 一千万年没得吃啊 吃完以后要升天啊 他快不快乐啊 快乐 然后他升天以后 会不会生生世世来感恩你啊 你的护法就很多 我们中国道宣律师 道宣律师在山上 天天都有天上的神 每天中午来供养他 而且来的都是不一样的神 道宣律师就问他们 你干嘛每天不一样的神啊 这些神说大法师啊 请你慈悲 给我们地会修功德啊 我们以前做鬼啊 你天天晚上私食 放蒙山 我们现在通通升天啊 所以我们感恩你 天天大家排队来供养你啊 所以出家人叫人天福田 知道吧 各位天天私食 以后开车打瞌睡也不会车祸 为什么 他替你开车啊 而且私食的人的二十种功德 其中的一功德是 财宝永不失 你的钱没有人敢偷 这些护法神啊 他成为天神以后 他就保护你 因为你他才得解脱 所以他要保护你的一切 这非常慈悲 来跟我念 那我念各位把这个食物啊 面啊 观想整个世界满满的 好不好 然后他把这个食物就碰到树下 树下 有三种树不能放 跟我念 阳柳树 桃树 石柳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石柳树是女鬼 叫鬼子母在住 小鬼不敢不能过去 桃树是旷野鬼王在住 鬼王会吃人肉了 也会吃小鬼的 他们也不敢过去 阳柳树是谁呢 阳柳树是观音菩萨的四线 鬼不敢过去 所以种阳柳树在湖边 在水边是大慈大悲 所以观音菩萨手上拿着阳柳 其他的阴凉的地方你都可以放 来跟我念一个名号 南摩虚空脏菩萨 为什么要这样念呢 因为有一些鬼 他就是不吃树 我就是要吃肉 你干嘛拿树给我吃啊 但是你念虚空脏菩萨的名号 虚空脏菩萨就发愿 众生要吃肉 他就变成假的肉给他吃 各位要念哦 今天在路上有个强盗 要抢你 要杀你 你要赶快念 南摩虚空脏菩萨 这个菩萨有发愿 他说如果你要被杀 被砍 被抢的时候 你念他的名字 他就会变成一个 比你更美的女人 比你更有钱的 然后这个强盗就去强暴他 杀他 假的 那你就离开灾难 然后呢 他还要度他 让他发菩利心 鬼要度也不真的很好度啊 但是虚空脏菩萨就能够度他 所以要念他的名字 南摩虚空脏菩萨 好 各位念 法力不失意 慈悲无障碍 七力辨十方 普失周沙界 共度利益 说哈 这个叫失无遮 就是没有障碍 大鬼小鬼都可以吃到 那有一个手印是这样 手朝下 然后就有食物流的满满了 然后最好念一次转一下 更有感应 来 各位念 我们念七次各位观想好不好啊 美国 印度 纽西兰都靠我们大乘佛教才可以度了 在其他宗教没有超度的遗鬼啊 他们都以为死了升天 完了 死了还下地狱 他说鬼就靠我们去超度 所以我经常带团到欧洲 纽西兰 他们说师父你跟谁说法 跟鬼 专门超度他们 所以我们念七遍 然后手要这样绕很慈悲 然后三坦子来 一二三代表食物飞出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赶快帮他念七佛如来前面那个柱子 他们听到通通解脱 脱离伤恶道乃至往生净土 来跟我念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生如来 那么广博生如来 那么离部位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我们愿他们往生极乐世界 是最就近的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 请放着 那这个下识 我们刚刚是上供 供养三宝十供 唱佛歌 祈求大家离开病苦 但是三恶道众生 我们也要帮助他 所以我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你家里如果每天有个小小佛堂 供三杯水 对不对 这三杯水供完 不要自己喝 拿一杯啊 就往窗户外面洒出去 好不好 大慈大悲 然后呢 留一杯啊 出门走到哪里啊 到处可以洒一洒 或是给生病的人喝啊 那以后你要是 哎呀我爸 我每天在家里没有在念经耶 那没关系 你以后师父再做早晚课 你就拿一桶水放在旁边 对不对 师父每天做早晚课 都会念这些咒的 每天啊 然后又把那个水拿去 到处布施 做功德 所以水 哎呀我们哪里不多 我们太湖水最多了 这些水都变成我们的功德耶 但是你要加入这个咒 这个咒 很多人对咒没有信心 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啊 有一个外道 看到佛陀徒弟那么多 他就很生气 把我徒弟都给抢走了 他就假装要供养佛陀 事实上供养佛陀里面都是毒药 都是毒药 然后呢 不但是毒药 佛陀要走进来的地方 还挖了一个大洞 大洞上面铺草 走下去通通让你摔死 然后呢 但是佛陀当然有神通之道 佛陀带了一千多个出家人 来接受他供养 佛陀用神通啊 把那个洞变成填满了 走过去 奇怪佛陀这么厉害 好 没关系 你们不要吃东西 一吃你们就中毒 当出家人 饭菜都供在面前要吃的时候 佛陀说来 先跟我念一个咒啊 好 来跟我念 来 好 然后呢 念完以后啊 大家就开始吃了 然后那个外道想 等一下你们都发作 要死光光了 结果吃完以后 每个出家人气色变得很好 奇怪 怎么会这样呢 佛陀就把其中一碗 没有念过的 倒在地上 整个地上就这样烧起来 哎呀 好可怕 佛陀就说了 好在你们刚刚要吃饭以前 念的这个解毒神咒 不然你们大家都 大家都死光光了 结果这个外道就跪下来 跟佛陀忏悔啊 所以各位 咒的力量不可失忆 大悲咒 命言咒 短短的一个六字大名咒 各位要有信心 你有信心就能够改变一切 所以我们要超度三二道 就一定要帮助他们 念佛号跟念咒语 所以你在失识完以后 你要念什么都没关系 你会念大悲咒 你会念药师咒 你都要帮助他们 利苦得乐 好 那现在做完上供下施 大家都很快乐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修修慈悲心 愿大家都有个慈悲心 来听闻佛法 来 请翻到二十二页 这个小本的二十二页 意念昌生情 希望今天大家来包山禅室 跟着我们贯彻大和尚修行的动机呢 是为了度众生 为什么要度众生呢 因为各位读过地藏本愿经 一切轮回的众生 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都做过我们的爸爸 做过我们的妈妈 所以我们是为这个而修行的 愿我们赶快成佛 才能够帮助他们了 所以为了要让自己的心 保持慈悲心 各位就要多念大悲众 但是如果你闲太长 那你就念六字大名众 念一下 这六个字代表六道众生 脱离轮回往生极乐世界 也很重要 所以来二十二页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段经文 来念一下 善思如母重 难忍无量苦 意念昌生情 世事永不离 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要一直想的 我们在佛前要想的善思 要以这个善巧方便善根细想的 如母亲的这些众生的痛苦 一只蟑螂蚂蚁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你要这样想 这个人现在打你骂你 你要想他一定是做过我的妈妈 他不认识我了 所以你要这样善巧方便去思维 如母亲的众生 难忍无量苦 想了他们轮回的苦 他们很有钱 他们长得很漂亮 但是他们不知道 他因为有钱漂亮 造的恶业更多 将来要堕落伤恶道 想了他们要轮回的无量的苦 还是现世的生老病死苦 我们想的内心都很难过 各位 你生了一个儿子 他将来要不要生老病死啊 你想了你就会觉得很难过 像我也生了一个儿子 我是有结婚才来出家的 我出家的时候 我儿子才六岁半 我实在是爱他如心肝啊 但是我把他生出来 但是我经常看到病 虽然他这辈子都不用赚钱 有钱能够不要老 不要病 不要死嘛 有钱还需要面对这些生老病死 感情上的痛苦 种种的痛苦啊 所以想到他们还自己觉得很难过 不但是我儿子 我经常出国 很多老人家像我爸爸妈妈 小孩子像我儿子一样 流浪的狗也像我儿子一样 你要这样想 难忍无量苦 所以意念随时想的 众生的这种慈悲心啊 苍生情 生生世世 不离开他们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不是自私哦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是为了要度他们 我们先去得到空性跟大悲心 回来要度一切如母亲的众生 离苦得乐 那现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请他们念奥弥托佛 让他们去极乐世界 好不好啊 那为了要保持这个大悲心 所以你一直要念的观音菩萨的心哦 观音菩萨这个六字大明咒 不是他一个人的咒 一切诸佛的大悲心 合起来的力量就是这六个字 Omani Memeho 观音菩萨当初发心要做菩萨 结果有一阵子退转了 他说如果我退转不做菩萨 我的头就裂成一千片 结果有一次实在是太苦了 他度了很多众生 让地狱空掉 让鬼调空掉 结果地狱又马上变成很多众生 鬼道又变成很多众生 他实在很痛苦 哎呀我不要度了 结果他退转了 他头就叮开 裂开以后哦 阿弥陀佛他的师父啊 就现前了 观世音啊 大悲愿不要退啊 退啊就业障就现前了 过去诸佛教我六个字 Omani Memeho 你赶快念 你就不会退转 所以观音菩萨就 阿弥陀佛就把六支大名咒 传给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一念发怨 也怨我有千手千眼度众生 所以哎呀就献出千手千眼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大悲心 念大悲愿念六支大名咒 所以我们现在来念二十三页 这首歌叫慈悲 慈悲不是爱 光你喜欢的人 讨厌的人要不要对他慈悲啊 要啊 你先生搞外遇 你要不要对他慈悲啊 要啊 你不能说我恨你恨你 哎呀那你不慈悲啊 而且要叫他 没关系把那个女人带回来 哎呀我打影请他敲目语 我们大家一起修行 你跟你老公说 外面多度几个回来 为什么啊 因为你慈悲啊 你没有想到你的恨 你只想到能够度几个来学佛 多好啊 我在家里做大老婆 我要她跟我吃素啊 哎 所以心中没有恨才有慈悲 你心中有恨怎么会慈悲呢 所以各位 做不到要赶快怎么办 Om ma ni ben me ho Om ma ni ben me ho 观音菩萨让我慈悲 让我不要有恨啊 认识如此啊 我从小就修这个了 因为我爸爸 搞外遇啊 我爸爸还没有结婚以前 我爸爸很有钱啊 结果呢 他在外面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啊 但是我那个时候祖母不喜欢她了 然后就生了一个女儿 后来我爸爸在日本做生意啊 我祖母就在台湾 又给他选了一个很美的 但是家里很穷的女人 就是我妈妈 结果我祖母就要我爸爸娶她 我爸爸很孝顺 就答应娶她 结果娶她 生了我们的几个男生 都没生女生 后来等我弟弟出生了 第四个 因为我妈妈 就成天想要生女生 就生不出男生 生四个男生 我妈妈每天念 奇怪啊 我怎么生不到女儿啊 结果我爸爸有一天啊 就把我们召过来 哪里说你没女儿啊 外面我已经替你生一个女儿 然后我们脸都立了 哇这下还办 怎么办啊 而且都是比你们大啊 明天带她回家 叫她姐姐喔 哎呀我想完蛋了 我妈妈不气死才怪啊 结果我爸爸走以后 我们三个兄弟 脸轻轻轻的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妈就把她的一个项链拿出来 明天她来了 我要把这个项链送给她 你看替我们生一个女儿多好啊 哇 我跟我哥哥 我们这辈子学妈妈吧 不要吃醋修忍辱啊 我妈妈还真爱那个女儿呢 所以这个妈妈很重要 各位你做爸爸妈妈 你的儿女都是受你影响 知道吗 你身教重于言教啊 所以我这辈子就发愿不吃醋了 我不吃醋了 所以我结婚的时候 我结婚七年 我要结婚前一天 我要跟我太太说 既然你决定跟我结婚了 以后你在外面跟几个男人睡觉 我依然爱你 他就哭啊 他说你不爱我 你讲这种话 我说我就真爱你嘛 我才会接受你的一切吧 对不对 既然要结婚了 我还吃醋 那我多苦啊 只是没想到后来我出家而已啊 但是我还是没有违背我的誓言 我没有在外面搞女人 我只是出家而已啊 所以他是这样内心多快乐啊 所以各位 你的敌人不是外面有女人 而是你心中的战有欲 知道吗 你心中的报复心 你心中的不甘愿 才是你心中的敌人 对不对 所以你要赶快念 哦妈 你北面风 修慈悲心 不要有恨 不要有嫉妒 这样是拜佛 就要拜自己 我要求自己 来 所以我们来念二十三页这个慈悲这首歌 来 真心的在佛前念出来好不好 不是唱歌哦 我要跟佛说 我从今天开始要慈悲 要爱一切人 最后一幕clou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奉献祢的爱 去爱受苦难众生 奉献祢的爱 去感化不爱祢的人 奉献祢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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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母亲爱我一样 用祢的爱 去感动美的人的心 有祢的慈悲心 感动美的人的心 佛陀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力量 就是慈悲心 各位你知道用慈悲心 事情都可以转变了 永远不要有恨 永远只有爱 你有这个力量以后 你就会知道慈悲无障碍 法力不可适宜 所向无敌 慈悲才是我们真正的护法 所以不管面对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对他慈悲 你就可以感受 妈妈给我们最好的财产 就是慈悲心 用妈妈对我们的爱 去爱一切的生命 这就是佛陀的心 佛陀用这样子的心 给我们快乐 我们要用慈悲心 来让众生快乐 所以从今天开始 对家人一定要好 对邻居也要好 对万物万事生命都要好 因为慈悲 所以我们不杀他 因为慈悲 也不愿意吃他的肉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进一步我们还要放生啊 我们还要救他 因为慈悲 所以我们要学习各种的法门 为什么 这样我们才可以度他们啊 在奸身的佛法 在南背的重 都要把他背下来 都要把他学习好 这样我们才能够利益众生 另起离苦得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 真正来慈悲 好不好啊 我感谢你的爱 奉献你的爱 奉献你的爱 奉爱受苦难众生 奉献你的爱 奉爱受苦难众生 奉献祢的爱就像母亲爱我一样 奉献祢的爱就像母亲爱我一样 你的爱寻去感动每个人的心 有你的慈悲心感动每个人的心 奉献你的爱 就像母亲爱我一样 奉献祢的爱寻去感动每个人的心 有你的慈悲心感动每个人的心 如果今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发心 慈悲心来学佛的话那你接下去你都听得下去了 为什么不要杀生因为不愿意伤害她 为什么不要偷盗因为不要破坏她的财产 为什么不要协议我不要让我的太太痛苦 我也不要欺负别的女人 为什么不要骗她因为我被骗也很痛苦 我也不希望骗她 为什么不要喝酒喝酒很快乐 但是我一醉了就会开车撞死她 骂她破坏了我的佛性我就不能够慈悲了 所以有慈悲心做重点 你一定会守一切的戒律 甚至进一步啊 哎呀各种方法你都要学 为什么要被任言咒 因为慈悲啊 令众生断离欲望 今天我知道各位很多人不会被任言咒啊 特别带了一个任言咒 浓缩版的 等一下下午要送给各位 各位要带在身上啊 这个叫佩戴解脱咒 一带了你就不会搞外遇 你就不会有欲望 所以这个任言咒就是因为阿难尊者修得很快 但是她长得很庄严了 结果一个女生就爱上她 非嫁给她不行 后来就叫她妈妈去学那个邪咒 来迷惑阿难 结果阿难就快破戒了 在释迦牟尼佛慈悲 赶快请文殊菩萨念这个任言咒 就把阿难救回来了 所以这个任言咒有一个故事啊 有一个女人 她对她先生很好 结果她先生搞外遇 她很痛苦要自杀 结果呢她就跑到河边跳河自杀 结果一个划船的人呢 赶快把她拉起来 她说你干嘛 如果我先生有外遇 我不想活了 她说哎呀你不要这个消息 我教你六个字你好好念 你先生搞不好会回来 那六个字跟我念下来 Sitando Potala 这个叫任言咒 第七品里面的一个 任言咒的名字 她说你只要念这个六个字啊 一直念啊 你先生一定会回来的 不要死不要死不要自杀 她就开始每天 Sitando Potala Sitando Potala Sitando Potala 地面了三天 她先生啊 就请人家 带话回家说她快回来了 念到二十一天 有一天早上醒来 她就看到她先生跪在佛堂 自己在那边忏悔啊 所以呢各位就多念 然后你不会念 至少把这个带在身上好不好 或是挂在手机上面 但是各位不要恨喔 有慈悲心才可以解决事情 如果你一恨 你就没有办法解决事情 特别我们在念佛慈咒 要以悲心做出发点 今天你生病了 师父啊生病要念什么咒 生病要念什么咒 药师咒 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生病 而念药师咒 力量就很少 因为你生病很苦很苦 对不对 所以你想到别人生病也很苦 所以我来念药师咒 念每一个生病的人都离开病苦 你这样会不会好起来 那你念咒就像硬了 念佛号跟念咒 一定要以慈悲心而念啊 而不是以自私心而念啊 要这样子想啊 所以各位有一个很好的动机 就能够帮助众神 来 所以现在我要来带各位念 观音灵感歌 第21页 观音菩萨灵不灵感啊 很灵感 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 用慈悲心喔 去求一件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满怨的 哎呀我希望印一万本地藏经 让大家都看得见 你以这个慈悲心啊 你就可以赚很多钱 然后印了一万本地藏经来帮助 哎呀我们希望我们包山禅师盖的更大 以后盖一个万人红法大讲堂 好不好啊 哎呀冬天有暖气 夏天有冷气 而且来这边呢都住套房 你要发这个心 然后就开始去赚钱了 那时候你会不会赚大钱啊 因为你赚钱不是为自己买洋房的 你赚钱是为了盖大讲堂 让大家都可以来天空佛法住套房啊 啊 你这个发心去赚钱 你就赚很多钱 所以各位念一下 动机决定一切 万法为心照 对 你要有这样子的想法 啊 就像很多人说 哎呀师父唱歌怎么唱会好听 我哪里知道好不好听 我用心唱而已了 啊 师父啊讲后 可不可以讲了人家喜欢听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喜不喜欢 我用心讲可以了 啊 所以各位呢 凡是你动机 不要有比较 如果你有比较 你就会 哦我唱得很好 我很骄傲 我很喜欢天天唱 哎呀我唱得不好 我很自卑 那就错了 啊 我字写得很好 我要表演 表演你就错了 啊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很好的动机 有很好的动机去做饭 做菜 穿衣服做事 都会成功 知道吧 佛给我们最殊胜的方法 啊 那你要保持慈悲 就要念观音菩萨 看观音菩萨 念大悲咒 或是念 有慈悲心 以后拿个水啊 慈悲啊 供佛啊 供师父啊 下世众生 所以以后各位喝水啊 要学我这样 一拿起来 阿弥陀佛 供养和尚 供养众生 然后马上拿你的 倒数第二只手 点一点在外面好不好 为什么 下世众生啊 外面的轨道喝一喝啊 所以各位 这个手早上起来 最好念几遍 这个甘露水咒 我每天念二十一遍 只要我的手摸到 任何水都变甘露水 我上洗手间出来 也不插手了 我都会这样一直甩 那个水都变甘露水 布施给轨道嘛 对不对 那你要天天修这个慈悲心啊 要吃饭之前 供养三宝 拿七颗饭 念个便时咒 拿到阴凉 不思鬼道 你再来慈 每天都要修这个慈悲心 来 所以来念观音灵感歌 二十页 請キキキ 黄 他们 到了 云 子 阿 阿 慈悲心 吼心海洋声 家 慈 寒 独 闭 几 感 花 又 月 人 十四 终 无 畏 三 世 而 华 生 千 首 几 千 也 相 乎 终 莫 聚 大慈 大悲 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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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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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世音 无念观世音 念念从心起 念佛不离心 永离把你一切摘 抚了花为尘 永离把你一切摘 抚了花为尘 世音菩萨 八个慈悲心 共心海洋神 家此行 独秘境 世音叹花又月人 世思终无畏 世音菩萨 三世儿化身 牵手几千言 世音菩萨 相复从我去 大慈大悲 久不久难 平安观世音 世音菩萨 别作用刺语 随处写尽 羊池水洒半枕 甘不润群生 朝念观世音 暮念观世音 念念重心情 念佛不离心 永逼怕难一切摘扬 苦儿化为尘 所以各位要每天念观音菩萨 而且念的时候呢 一定要观想一尊观音菩萨在我们的头顶放光 乃至呢献出牵手牵眼 然后手上四十种不一样的法器 如果你要修行要很用功哦 每一种法器你要背下来 那每一种法器它对众生的利益是什么 你要知道 所以看到四十种法器要背四十种咒语 然后令众生大家得财富啊 消病苦啊 得智慧啊等等 观音菩萨对众生的这种慈悲 所以呢念着观音菩萨 然后把这个观音菩萨整个放光 然后净化你的身心 然后观音菩萨就坐在你的头上 然后变成坐在你的心里 那你要像观音菩萨的一样的去帮助别人利益众生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离开了观音菩萨的慈悲 我们就不做 现在给你十万块人民币 但是要你去做一点坏事或骗人 这个离开慈悲我不能够 这个工作薪水很少 但是呢他有慈悲心可以帮助众生 哦 所以我做 一切要以慈悲为动机 不要以自私为动机 不要以金钱利益为动机 那佛法是心法 各位要掌握这个 我为什么要念心经 我为什么要念金刚经 都是为了众生而念